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针对禁员翻包检查以及近带食物的情况 上海迪士尼乐园方终于松口 表示将推出包括入园安检和外带食物政策等方面的多项举措 对此中兴社记者于9月9号致电上海迪士尼乐园方 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仍在过渡期 据了解此前华东政法大学四名女大学生 起诉上海迪士尼方的入园翻包检查和近带食物的案件 预计在10月份进行裁决 对此当事人王同学表示 希望上海迪士尼方能对之前的做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来赢得消费者的好评 如果对方愿意调解的话我们肯定是同意的 因为这个毕竟是对大家的一件好的一件事情 他们愿意改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事实的目的 就是有比原来改进的话 那对国内的其他的游乐园那种 就是大型的那种游乐场所 我觉得是有示范作用的 因为他们这个毕竟也是中国的一个大型企业 然后很受大家欢迎受众也比较广泛 上海市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冰 在接受中兴社记者采访时说 按照相关程序 下一步法院会通知双方进行调解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上海迪士尼方绝对放开所有食物入园 以及降低入园安检标准也不现实 最终应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协商 现在已经有所放宽了 那么其公关部的负责人也回复说 将尽快更新外在食物政策 但是暂时没有更多的具体信息 那么我认为呢 法律规定呢 就是格式条款就符合相关情形的 是相关的内容是无效的 并不是说这个整个条款是无效的 那么在接下来法院应当是会组织双方 进行一个调解 那么并且就其中具体条款 进行一个协商 目前绝对的禁止所有的外在食品的 这个内容肯定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 包括就是将其中哪些食品部的带路 以及其他外边食品的限制 也会进行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协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